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黃之鋒的御用大長御用律師 突然之間 他的律師樓倒閉 他也疑似想著草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而這個律師其實是那些反修例暴動的暴徒 甚至乎多過假口公案 然後那些老屈警察在警署強姦案 這些案件的御用律師 那全部這些垃圾案件 屈警察案件 反修例暴動的案件 甚至乎七警案的案件 朱凱迪等等的案件 原來全部都是經過這個律師 反修例暴動 黃之鋒的御用律師去處理 現在明明有這麼大條水喉 這麼好玩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這些義務律師 御用律師收費很貴的 那為什麼他又會不工作 不做 然後甚至乎想著草回英國呢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葉太和李Sir做了些事情 令到他賺不到錢 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稍後會和大家說一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民潔新事內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律師會日前就向他們的會員發出一個通告 就是了 他們收到一間的律師樓 就叫做韋芝達律師樓發出停業 一個叫停止執業的通知 打算在今年6月3號之後 就會立即停業 為什麼要6月3號呢 因為翌日叫做6月4號 如果有些什麼人 搞什麼事幹的話 想找他去搞事幹的話 他就可以告訴他 喂 我剛剛在昨天撿了一顆 你不要找我吧 這樣 多聰明啊 算了日子 這個韋芝達律師其實是什麼人來的呢 其實他在反收入暴動的時候 接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案件 例如有一個18歲的女生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他就說在荃灣警署被幾個警員一起強姦 這個案件 而這個韋芝達律師其實就是代表那個女生 發一些聲明回應我們的警方 但是這個女生在做完這個謠言之後 說他著草潛逃走了佬 是走了佬 就是說這個律師是幫這個女生做假 接著印尼女記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女記者 還是印容 我真的不知道 他拿著電話也好 在反收入暴動的時間 在暴動現場走來走去 接著就被警員 即是一些催淚彈 各方面的東西等等 就傷到他的眼睛 那他就幫這個女飛鎔 不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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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被警員 去控告這個警員 當然 之後就是取消了一個委託 可能他做的事情太過分了 沒有做到委託 然後呢 他也是代表著一些LGBT 所謂的權力運動 即是同性戀運動 那麼就爭取這個叫做江交年齡下制 不是限制是改低一點的 是啊 沒錯 江交都要改低一點 什麼時候幹呢 接著呢 再在2013年的時候 幫香港變性人的那個叫做 叫做權利案分權案 是拿到分權的 OK 然後他也是代表過黃之鋒 去打一個叫做反西暴動的案件 也都代表過曾志健 就打七警案 也都代表過朱凱迪去打他的其他案件 他是犯暴派的余蓉律師 他也是黃之鋒等人的余蓉律師 他同一時間在2011年和2016年 原來是法律界的損毀 但是為什麼他會冒清清 想著倒閉 走路呢 他這個守末律師在泛暴派很出名 因為他專門幫忙處理反西暴動的案件 專門幫忙處理那些民主派 即所謂民主派人士的案件 當他們有什麼事的話 他們就會立即去幫忙處理 即所謂的警署強姦案 當時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 這個女事主是落假口供 現在被警方通緝 而那個人在落如口供之後 立即買了飛機票 走路 而沈安韋志達就幫他辯護 發聲明回應警方 一起造假 把這件事發酵下去 所以這個人真的很討厭 那這個韋志達做了什麼事呢 韋志達早前向香港律師會 發出了一個想停業的通知書 告訴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告訴會員 公佈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沒有透露律師為何停運 有一些所謂的人權律師 他就說不方便猜這些原因 說真的 說那些壞事出來嗎 但是他就說 因為一種事件 令到他們沒有錢賺 什麼事件呢 如果大家記得早前 文傑和李Sir做直播的時間 我們說過 發援的案件是非常有問題 甚至乎當時李Sir想向法援處處長問責 大家不要忘記 李Sir是什麼出身 他們都是入境處處長 再做保安局局長 他們都知道假難民的問題 難民基本上一飛來香港 什麼都不要理 他們是直接說 我們要申請法援 我們要打官司 我們要留在香港 怎樣都好 暫時留在香港 都要留在香港 整一個叫做 過不了就消一覆核 又是找法援 這樣 而 告訴大家 當時也說了一點點 有很多的律師 或者叫做很多律師樓 是專門打這些假難民案的 什麼玩法 一下來 其實他們的同鄉 已經是告訴他們 什麼律師 什麼電話號碼 去到 我現在要找律師 一下來 不是告訴他們 我什麼事 被人追殺 怎樣 一下來 我要找律師 然後 拿出本保證 或者寫手臂的電話號碼 打電話給律師 哎呀 我就是難民 現在就受到迫害 潛逃了來香港 希望可以拿到一個難民資格 這些就是假難民的玩法 而那些律師 是接這些法援案 接到手軟 也是接到化了 已經知道怎樣去幫他們 拖延一個留港的時間 亦都可以向同鄉一起宣傳一下 而其實反修例暴動案件 亦都是漁出一次 那幫暴徒 一旦有什麼事干的時間 他不是解釋 我不是犯什麼事 怎樣怎樣怎樣 他是說 我要找律師 接著就打給這些反修例暴動的律師 然後申請法援 因為法援批核以前有一個優惠 就是哪一個律師幫你 你可以申請 用那一個律師 而很多人 基本上每一個人都申請成功 除非那個律師不接 或者那個案發人 他指援律師 否則基本上都是批 麗Sir當時葉太也是 都說這件事非常有問題 為何要讓他們自己選擇律師 變相 還要用我們的公帑自己選擇律師 為何不是由我們自己 香港政府去決定 給哪些合適的律師 或者沒有選擇 那其後法援處有一個大的改變 就說不好意思 你們申請過這些律師 我們未必會批 而且已經是大部分不批 然後有一些人士就說 因為這個法援的改革 令到這些律師接的案件少了很多 以前他們專門接法援案件 專門拿香港公帑去打我們香港政府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所以令到擅長 擅長 玩法援案件的律師 就 找不到 所以 有人亦都估計 這個韋哲達的律師事務所 為何要倒閉 因為 沒有了這些 法援案件 好事來 所以這些黑暴律師 甚至乎 還有一些假難民的律師 他們亦都將會面臨結業 法律界革立法會議員林新強 亦都相信 這些律師留的結業 基本上 和所謂的政治打壓 是一定沒有關係的 現在的韋哲達 匯豐確認了 律師留將會停業 但現階段不會作出任何回應 他是英國人 在英國收到法律 然後來到香港發展 2003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他的律師留 這個律師留在上個月的時候 都還舉辦了一個香港人權無議法庭比賽 邀請各間大學的大學生去辯論 什麼香港人權無議法庭 又要搞人權又要什麼 又要淘汰那些學生 那那個變題對面是變什麼呢 他就是變新冠疫苗接種的問題 還需要變的嗎 這些事情 必須要接的 這個問題是 這個新冠疫苗接種的問題 其實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基本上 說明是要接的 這個叫做韋志達 接種了很多一堆社運 是不是叫社運 可以叫做社運 就是很多的個案 而這些個案 這些是全部都跟一些反西暴動 各方面的事情有關 那麼他在2014年的時候 就幫這個學民思潮的召集人 當時的死小孩子 現在都是死小孩子 黃珠峰 去打他們的佔領公民廣場案 其後因為他年紀很小 就判了他非法集結罪成 判了8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律政司覆核 改為監禁六個月 司法覆核案 男同性戀者梁威廉挑戰 江交合法化的年齡 高等法院裁定性數 將男性江交合法同意的年齡 由21歲改到16歲 神經病 然後跨性別人士W 這個叫婚姻權利案 最終終審法院裁定 婚姻條例裏面的性別裏面的女性 是包括完成了變性手術的女性 所以變性手術後的男性 或者女性都可以在香港結婚 有很多跨性別 變性 同性戀等等的案件 都是由律師 撿過手 都是挺得人驚 當然也不少得 那一個18歲女子指控 在荃灣警署給幾名警員強姦 這案件 她幫忙回應香港警方 而這個女子也成功逃脫 潛逃出了不同的地方 有人說是台灣 有人說是英國 印尼女記者案 也是透過她去控告我們的香港警察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什麼位置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案件都參與過 而這些案件全部都是反修例暴動 或者叫做同性戀的案件 有很多律師說 基本上現在新冠疫情 就打擊了一個營商環境 為什麼呢 因為告人都少了 為什麼呢 因為都不出街 就少了紛爭 好事啊 我覺得是好事 還有就是法援制度改革 令到他們少了一些錢 然後就說 至於這件事 有沒有跟這個港幣國安法有關呢 有一些律師說 我又不知了 不方便轉七 那就是劉伯 劉伯的話 就是叫人家引導人家 律師有些東西很厲害 什麼很厲害 我真的不敢說 總之 他就說 香港現在有一些叫做侵犯人權的案件 今天不知影響律師是影響了非常之多的人 其實有一些叫做 叫做什麼 以前所謂的人權律師 不具名的 他就說 政府改了這個法援制度之後 國安擅長 打性小重案 小數族裔案 人權官司案 難民案的律師樓 基本上沒有案子可以再接下去 改由一些沒什麼經驗的律師樓 去接這些案件 我大哥 經驗是要累積回來的 你都累積了幾十年 賺了幾十年前 是不是應該給一些其他律師樓 賺夠 所以他們就沒有錢 這樣就沒辦法了 那所以呢 一般來說 這些律師各方面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正常生意 手庭就是口庭 也都說 原來不止這個泛暴派的律師 原來有不少的中小營律師行 都打算是裁員或者結業的 所以這次新冠疫情 還有就是這個什麼什麼 法援的改革 對於很多不同的律師 是有很多的影響 不過我認識的那些律師 全部沒有什麼影響 最重要是這些 對不對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件事 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明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